我是全国政协委员郭继福 来自于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 我今年带的提案是关于无障碍设施的 在我工作当中发现 这些年的全国上下无障碍设施得到了一个长度进步 特别是像北京经过了2008年的奥运会 还有东彩奥会 这是永不共同的 但是也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调研发现很多的一些场所 包括单位的无障碍设施都有 有设施不好用 没人用 残疾人他们想出门仍然很困难 这就是形成的一个怪圈 所以我今年带来的提案 就是怎么样来促进残疾人的广泛就业 我们在研究国外的一些案例的时候 发现在国外的残疾人保障当中 要求无论是你是机关、团体、事业单位还是企业 它达到一定规模 必须要安排一定比例的残疾人就业 我们国家的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我们有了一个例外 当你没有安排的时候 可以按照一定的比例来交达残疾人保障金 但是我们从国家统计数据上就能看得出来 就是真正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非常低 那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 一旦有残疾的人士来了以后就发现他的设施不好用 发现很少有残疾人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所以我的提案就是进一步落实 按比例广泛就业的规定 实际上用人单位来真正的落实残疾人来广泛就业 而不是采取集中就业的办法 社会面上残疾人设施得以利用 特别是在我们应对老龄化社会到来的时候 这些无障碍设施不仅仅是为残疾人的 其实是为我们行动不变的人提供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